四川省会成都有多强大 大家来看看四川成都的四环城区 这边是正在大力发展修建当中 它这边非常不得了 有什么不得了了 来这边真是把我吓一跳 大家知道这边房价多贵吗 就这房子 都是上千万一套的 房价 七万多一瓶 你看就这 你买个两百瓶的就一千四百万 太夸张了 这应该也是新建的一个小区 下面还没有完全装修 店铺都没有装修完 它这边不仅这一个小区 从这边往那边上千米 都是这样的小区 都是特别贵的 它这个还不算最贵的 最贵的还那个三千多万一套的 然后这边 我看房价最便宜的 也要三万多一瓶 那算最便宜的 那贵的话那真的是 就三千多万一套嘛 就三千多万一套 说的好像很便宜一样的 你像普通人 一辈子 你能存个一两百万就了不起了 三千多万 你得存多少辈子 你才买得行 三四辈子 一般能存个三四辈子 过三四升可能买得起一套 别人就 这边的有钱人 可能就几年就可以赚过这个钱了 就买一套嘛 那那边都是这个富人区啊 而且 我不明白 为什么它这边房价这么高 四万城区房价居然这么高 堪比很多这个大城的那一个正市中心啊 包括比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市中心 我感觉 房价还高一些 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像一般这种房价比较高的地方都是 这边配套特别好嘛 然后这个发展潜积特别巨大嘛 这个地块特别值钱嘛 它可能未来成都特别看好这一块 甚至我感觉可能未来这边都可能成为这个 是不是要成为成都新的这个市中心 就是 城市中心往这边移 然后老城区那边 我看它成都新建的 这个住宅就比较少了 它好像全部把新建的全部放在这边 来看见没 这边也 这可能再新建一个协制楼 什么商堂之类的 这边房子已经建的很多了 看那个房子就稍微普通一点 不过也不是一般普通人买得起的 这还什么 见面约50平 50平的 三通小户 百万如主 50平的就要百万了 50平的就要百万了 两三万一平 它这下面都还没弄完 你看见没有 这都荒到这里了 但是还就是卖这么贵 不知道为什么成都房价这边这么贵啊 这边属于它的金融城 一般CBD区啊 相当于是 CBD区的房价确实一般都要贵一些 那边好像是他们的双字榻啊 整个这一片区的它的那个房子都不算特别高 和哪个重庆武汉那边相比的话 它这边算是比较矮一点的 它这边建的都比较克制 包括这些高楼欧业式的 看来都建的比较克制 就往这边看一看 这边我感觉还是 人员量没有那么多啊 看见没有 人员量稍微少一些 背景能在这边坐起的 大部分人我感觉资产都是这个过千万的 一般的打工的人肯定都在这边住不起 要么就是高级打工的 要么就是这一个自己当老板的 往这边看一看 那又是一个好车 看一看 那个红色的 它这边经常可以看到好车 那也都是比较好的车 这也是的 这估计是在附近的业主的 有的这一个普通一点的 可能就是那一个路过的 这边就是一个什么 公交站台 要建这么好吗 这是BRT吗 现在是几点钟 现在是下午13点49分的时候 这边这个现状 真度的这个有些人实在是太多了 远超想象的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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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